以天最大反派是谁 并非成坤 死人杀了杨潇 还抢了张无忌之妻 提及以天屠龙记的反派 很多读者第一时间会想到霹雳守成坤 的确 纵观全篇以天屠龙记 江湖里发生的诸多风波变故都和成坤有关 好比谢迅的滥杀无辜 穷凶极恶也是成坤故意为之 常言道 知徒莫若失 成坤借着谢迅这颗棋子 不断挑动各门各派和明教的关系 一步一步的把谢迅变成了一个杀人狂魔 随着六大门派和明教的关系 越发剑拔弩张 最终爆发了六大派围剿光明顶的危机 而成坤则躲在后面刺激而动 还妄图将张无忌小招困死在明教密室 随后的万安寺事件也和成坤有关 原来成坤发觉事情败露 于是转身投在了蒙古人的麾下 成了汝阳府的爪牙 替赵敏出谋划策 于是就有了群豪被困万安寺的大事件 不过 你可能不知道 成坤并非以天时代的最大反派 这位大反派隐藏得很深 就连下一任明教教主也死在此人之手 在以天屠龙记的末尾 张无忌跟着赵敏远赴蒙古 退出明教之前 张无忌将五目一书传给了徐达 将明教教主之位传给了杨潇 以天屠龙记的故事写到这里就戛然而止 但细心的读者还是会看到这么一段原文 金庸写道 后来杨潇虽既认明教教主 但朱元璋语义已成 捧兵百万之众 杨潇又年老德国 万万不能与他争帝皇之位了 朱元璋登基之后 反下令严济明教 将教中曾立大功的兄弟进家杀戮 常遇春荫并早死 徐达终于不免于难 可见 张无忌虽然将明教教主之位传给了杨潇 蒙古人也被赶出了中原 但此时的杨潇仍无法和朱元璋抗衡 原来朱元璋趁张无忌退出明教之后 疯狂扩张 竟捧兵百万 朱元璋称帝之后 又担心他人基于自己的王位 于是开始将明教的那些功臣旧将进家杀戮 一个进家证明 朱元璋为了巩固政权 不惜胡乱杀人 而杨潇身为明教第35代教主 势必会遭来朱元璋的猜忌 最终命丧朱元璋之首 而且根据真实的历史来看 朱元璋称帝之后还攻打了蒙古 有八战七截的漂亮战绩 与此同时 张无忌的妻子也被朱元璋在蒙古生情 据史书记载 朱元璋攻打蒙古掳走了王宝宝的妹妹 敏敏特穆尔 强行嫁给了自己的二儿子 朱爽 看到敏敏特穆尔的名字 是否觉得眼熟 没错 他就是赵敏的历史原型 可怜的敏敏特穆尔 在嫁给朱爽之后没多久 朱爽就魂归西天 而敏敏特穆尔 则被朱元璋做成了陪葬品 封闭于朱爽的墓穴之中 就样看来 朱元璋才是以天屠龙记里的最大反派 他拉拢人心 借着赵敏是蒙古人的身份大做文章 非要教主张无忌 在兄弟和女人之间做一个抉择 逼走张无忌之后 朱元璋招兵买马 丰满羽翼 最终击杀了名教教主杨潇 随后朱元璋又对蒙古发动了战事 活捉了赵敏 最后将赵敏当成了殉葬品 这样一来 似乎就能解释 为何直到以天屠龙记落下剧中的帷幕 张无忌依旧没有选定自己的配偶 原来金庸之所以选择跳过这一段故事 是因为真实的历史太过于黑暗和残酷 于是张无忌就成了金庸笔下 唯一一个没有配偶的主角了